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好 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 我是谢正宁 从新闻面对面开播以后 这十几年来在国内每逢大选 不管是县市首长 生活总统集的大选 都会有一个优良的传统 就是大概在民调领先的 几位主要的候选人 都要来新闻面对面的现场 然后接受所有在现场 媒体朋友的直接的提问 透过直接的提问 把个人心中的理念 施政的蓝图胜获 最近大家所关注的一些 争议的事情 不管是自己的别人的 所有的做一次清楚的说明 让所有的观众朋友 透过最直接的方式 认识所有的候选人 好 今天在节目现场 我们为您揭开 2022这次大选的专访序幕 那当然往后的礼拜 也会有相关的一些候选人 来节目现场 接受现场媒体朋友的提问 如果讲到2022这场大选 无疑的众州之众就在首都台北 大家都知道 谁如果拿下台北 那个阵营绝对可以宣称 是一场大胜 那如果讲到这个阵营 每个阵营来看的话 大家都会推出精锐 瑞云宣称这是24年以来 最接近胜利的一次 蓝营保长失去执政之苦 如果你说中央执政 是从2016年丢掉 骑士滥伤 大概始至2014年 丢掉台北的执政权 所以这次蓝营推出了王子复仇 希望能够夺回心中这块宝地 胜货限制2024 但是在蓝绿两大阵营 割喉割到断的同时 一股第三势力油然而生 前台北市副市长黄山 用无党籍的身份参选 民调从一开始的所谓的各位数 一路攀升到现在 跟蓝绿两大阵营的所有的参选人 民调不分宣制 那他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步的 他有可能会继柯文哲之后 再一次是无党籍入主台北市政府吗 好 无疑的克批的力挺 两年多的市政经验 或二几年的民意代表的基础 对他来说都是一项优势 但是相对来讲 克批的力挺 有时候你说是助力或是主力 谁都不敢下定论 两年多的副市长经验 当然是个优势 但相对来说 是不是要背负所谓的市政的包袱 大巨蛋的争议 内湖南港的交通 为什么城中一开始 骑手势就要打这个 你也可以想象的出来 那这些对他来说 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 而现在看到很多的一些的争议的事情 他又是怎么解读呢 这场选战 有人说已经是打到 恨你比爱你重要 失分比得分还重要 仇恨值在飙升的同时 他怎么解读 自己参与的这场选战呢 好 说到这你就知道 今天在节目现场 我们要为您专访的 这是前台北市副市长 无党级的台北市长参选人 黄珊珊 欢迎珊珊 小五哥还有各位来宾 还有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好那当然 待会儿珊珊就要跟我们现场 所有的媒体朋友 大家直接面对面 OK 好那在这里为您介绍 今天现场 为您邀请到我们现场的 所有的媒体团 第一位为您邀请到的是 资深媒体员黄光琪 大家好 资深媒体员陈敏凤 大家好 会派为您邀请到的是 资深媒体员邵玉芙 大家好 资深媒体员康 大家好 大家好 时事评员黄云总老师 大家好安 好那 珊珊今天来我相信了 其实 珊珊对媒体应该非常熟论 因为以前就上节目 在当民意代表的时候 OK 那经历了两年多的副市长 像这样一些历练 现在参与这样一个台北市长的选战 这场选战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股 一股心里面的力量 觉得说 你可以参加这个台北市长选 应该是说 我当了21年的市议员 后来市长在大概2019年的时候说 邀请我到台北市政府担任副市长 其实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像我跟小五一样 我们都是律师 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做过 所谓大部门的主管 所以其实我当时也是诚惶诚恐 那第一个我想说 如果有这个机会 把我二十几年 在地方当民意代表 有些质询 有些事情 只是能够提出问题 可是可能没有被采纳 其实都会蛮 蛮觉得好可惜 那如果有一个 有一点机会 让我可以去实现 我二十几年的理想 其实我觉得非常兴奋 所以那想说 好我就去试试看挑战自我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我很勇敢 我五十岁还敢换工作 然后进到市府以后 那当然一开始都在学习 那三个月左右 我就变成了防疫指挥官 所以那场战役 让我在这个磨练的过程里面 训练了自己 能够调动这么大的机制 有这么多的八万大军 然后另外就是市长也给我很大的空间 很多的工作就是交给我 然后我去彻底的执行 那决策的参与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学会领导统预 这件事情很重要 你要必须要知道用什么人 第二个必须要知道资源怎么分配 那最重要的是 你要决定出轻重跟缓急 最重要是要定出目标 让大家一起跟你往前走 防疫就是一个最好的工作 最好的训练 所以在过程里面我在这个过程学到了怎么样让这个机器 大家一起往一个一致的目标迈进 那第二就是觉得自己原来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跟这些同仁一起把台北市的市政带上轨道 我觉得因为有这样的过程 所以我才有勇气 当然也才有资格来参选 所以我相信台北市民也给我这样的肯定 所以到今天为止应该都还得到市民 大部分肯定认为说这个人好像还不是不失任的人 嗯 ok 好同样的像这样脉络往下走的话 相对来讲当然蒋国安他们有这一方面的行政经验 可是蒋国安就告诉你说 陈水扁当初也是一个立法委员就直接去选市长啊 但是相对来讲陈时中 你的任何一个对手陈时中 他是中央局会官 所以你怎么样去看待 如果从防疫 让你有这样一些经验 你怎么样看待他们两个人 其实重点不是他做过什么 而是他能够做什么 也就是说做我也当民意代表 民意代表能不能当行政官 其实真的不知道 所以要去要去试过才知道 我没有去做过我也不知道 嗯 那第二个就是重点是你做就算做过行政官 能不能了解这么多的说难听 市政真的非常庞杂 嗯 人民从生老病死苦 所有大小事情都是市府的市 所以重点是你想为这里做什么 还有你能做什么 我觉得还是能力的问题 其实不是你的经历的问题 就算你有很多的经历 你如果能力上面不足以 你也看过很多人 可能当市长很适合 他当总统就不是很适合 这就会发生说一下子就被 民调就调到谷底啊 就重点还是那个能力 你是说 我没有说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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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因为这样的人算一算 差不多也算得出来啊 就是说你当以前我们会说 啊陈水扁是一个很好的市长 可是他当总统的时候 就可以出其他的状况 同样的 你看马英九也是非常高知名度 所以还是一样 回到说你在里面的 你的能力 能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觉得还是让市民去选择 对于能力的选择 那第二个就是 政党有政党的 他们的基础 但是还是回到这个人本身嘛 所以大家应该去选择是 他对于这个城市 对于未来有什么想法 而不是说啊他 有什么样的政党 有什么人站在他旁边 我觉得还是回到候选本质 OK 我刚开始就讲说 这场选战非常的吊诡 仇恨值大爆发 恨你显然比爱你还重要 大家都知道 爱你不一定会去投票 但如果真的 KIMOTI很不爽 那个人一定会去投别人 OK 你对于最近所出现的 譬如蓝营最近发动 什么支持 支持媒体人谁谁谁 然后就是支持陈时中 类似所有这些 大家小像现在电子看板上 很多都是这些 有人说如果用这样一个模式 因为我有看到在媒体上面 你有声援讲完 你讲说这个 你胜过说是比夺裁害命还严重啊 类似这些 那有人说可是蓝营这样打 第一个把陈时中的仇恨值大爆发 第二个边缘的黄珊珊 你会这样看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公益的问题 不管是谁都不可以这样 自意的捏造扭曲不实的事情 去伤害别人 尤其是用媒体的公器 去伤害一个无辜的女性 我身为一个不要是说什么的 我们身为一个人好了 你就不能忍受这样的事情 你就说这个标准应该是 对谁都是一样的 那运用了这样的方式 你当然会造成人民的反弹 所以我们的社会还是有一条线 所以那条线不管你是谁 你都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去对待别人 我们我常常教小孩 你不希望人家对你的事情 你就不可以这样对别人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那当选举要用这种方式去 不管是打烊你的对手 或者是去伤害无辜的第三者 这件事情在台湾社会 都不应该被接受 那另外就是那为什么 他们所支持的那个阵营 现在没有一个人敢去声援被害人 除了我的朋友王世坚以外 也就是为什么这个标准何在 那重点不是被害人的问题 重点是那个加害人 为什么可以这样加害 而肆无忌惮 这才是我们要回过头去看 所以最后他的仇恨值是怎么来的 是他自己找的 也就是说这个仇恨值不是人家加给你的 而是你们用这个机器去伤害了别人 这个仇恨值是人民的反扑 我觉得还是回到一句话就是 真的不要忽视人民的智慧 而且我很庆幸台北市民其实非常的理智 OK这次同样会出现一些争议的问题的时候 就是今年的主轴叫论文门 OK叫抄袭啊或什么这些 当高宏安被被扯出来说 有没有抄袭问他出来开了记者会 后来又出现一连串的事 但是在高宏安这件事情上面 有媒体的人就直接讲说 黄沙安你为什么不整个扑上去 你看高宏安的民调越打越高 你是不是就应该要扑上去啊 我记得是李正浩晨在我们节目也讲过说 说就应该整党代括 虽然你是无党级参选 可是你跟民主党应该算是关系比较友好 说为什么这时候声援的声音不够大 有人说你是因为要保持不沾锅 是这样吗 我觉得高宏安这个事件就是一个事实的呈现 他有没有抄袭连他的学校都已经出声明了 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看起来就是周刊是用 我认为是用人格性的 人格毁灭式的方式在爆料 一段一段一段 最后还要用到立法院去调资策会 这些东西 那本身就他本身就是一个 很明显的政治操作 我认为是用人格性的 人格毁灭式的方式在爆料 一段一段一段 最后还要用到立法院去调资策会 这些东西 那本身就他本身就是一个 很明显的政治操作 那我对宏安 第一个就是这场选举 新竹市我认为就是很清楚 高宏安市最适合的人选 而且也是在新竹市来说 当民进党把整个 不管是临时间的事情 弄成无烟瘴气的时候 我觉得对于年轻人 或者是说任何人来说 如果社会没有公益的 没有是非的 那这个事情是 我觉得对台湾来说 是非常大的伤害 所以当然在新竹的部分 高宏安的部分 他的论文是没有问题的 这件事情我们当然要 全力的深渊他 只是大家在说 讲到我的时候 是说占学历的这件事 我还是认为说 我们一直都不会去炫耀 自己的学历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 一个标准 所以我觉得 宏安也承认 他这部分失言了 说错了 我觉得这样就是对的 对的就是对 不对就是不对 但是我是一个 比较就事论事的人 事情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所以这场选举 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 支持高宏安 我相信他是最适合的人选 OK 这场选举 大家说打到后面 就要看所谓的 气饱的问题 大部分人会觉得 你跟讲官之间的票源流动 会比较多 然后可是你的民调里面 看得出来 蓝绿当然都有 可是似乎蓝赢会支持 感觉上多了一些 你会认为 你跟讲官系出同源吗 所以你们的票源 重叠性会比较高吗 我从基层来 也就是我当了 21年的市议员 当然大家认为说 我是蓝的要说我是绿的 绿的要说我是蓝的 所以奇怪 二十几年 我在我的选区 大概就是蓝绿各半 但是一定有我这一席 表示台湾就台北一直都会有一个中间的力量 这个中间的力量让我选了二十四年 OK 那我觉得不管是大家就一直把我们贴标签嘛 你不贴标签怎么去搞气饱 我在还没有登记参选之前 就已经讨论气饱 讨论了一整年了吧 就是都还没有 还没有参选就已经讨论气饱 我觉得这一次包括这次周遇寇的事件 我觉得很简单 市民那条线是很清楚的 我们是弃掉操作然后保正义 我们是弃掉所谓的这些口水 我们保的是什么 保的是是非 所以我将来真的要弃饱的话 我觉得最后会弃蓝绿保黄山山 所以你不相信会有 你跟其他候选人之间的流淡 如果照这样子的逻辑一直不断的打下去的话 我觉得台北人其实是很清楚的 第二个每天都是想弃饱的话 就是不努力嘛不想长进嘛只想靠着眼色 所以你推出的人讲的什么话都不重要 就是只要弃饱就好了 我觉得这就是我常说嘛 就是真的很没有出息 你会教你的小孩说 你都不要你去上课不要用功读书 只要去巴结老师就可以了 是吗是一样的东西 其他小孩分数考得比我低就好 对对 只要别人小孩 就是你只要巴结老师 然后你你就可以得到好功课 你你我们是这样教孩子的 另外我们是我们去买个水果都会挑一下 你不会说啊这个因为是我爸爸 你要讲西瓜吗 对啊如果爸爸叫我买这颗苹果 我就买这颗苹果没有什么理由 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吧 那大家就是在人选中 大家提出最好的人选 然后大家去做理性的选择 我觉得最后的结果就是 我觉得还是有一条线 要弃饱应该是弃掉 这些口水这些操作 而是去保保正义 然后保是非 OK 现场所有的媒体 我知道所有的人都准备了 非常多一些的问题 想要跟三餐直接面对面让 所有的观众朋友能够更了解 三餐包括在这些过程 那光景来有什么问题 就是这一次的十二位候选人当中 当然我们很瞩目就是三位嘛 那其中蒋万安 她因为姓蒋 所以成为一个选战的焦点 那所以有人讲说 是不是要对她的身世 进一步探究 那珊珊也是出自蓝营嘛 你认为蒋万安挂这个蒋 真的有影响选举吗 对她来讲您分析是加分呢 还是一个包袱 那有必要 谁能建议说要去验DNA吗 你作为一个候选人怎么看 我觉得她性什么 其实真的不重要 重要的还是这个人选是怎么样 对我来说 我是出生在一个 很平凡的军警家庭 我们全家都是军人 然后大家就说 然后现在又把我 折磨成我是绿的 我就觉得很奇怪 她是谁她就是谁 她有她的可能她从她的家庭来 她有她的身世 她有她的这些 但是重点是这个人 是不是适合当台北市长 我觉得还是会回到这个最 最原始的这个逻辑 同样的陈时中先生 或者是其他12个候选人 这还有9个候选人 我们应该大家都去看 这个人的本质 所以我觉得大家会 因为在台湾 我们太喜欢用政治去操作这件事 但对我而言 就是大家也不会去问 黄珊珊你是怎么来的 你的家世是怎么样 那同样的话 我为什么要去 去找别人的家世 来变成你选举的一些话题 我个人觉得 这没有什么意义 重点还是 你提出什么证件 你要在这个城市去哪里 然后我觉得台湾已经长期以来 都是用政治工坊 取代了理性讨论 还是我觉得这一次很可惜 有人就市政辩论 大家都不讨论 我们现在就是希望大家公开辩论 辩论 不管是你说内湖交通也好 大巨带也好 都可以做下来辩论 而不是辩论你家的DNA 可是光晴刚刚讲这个问题 现在同样讲出身问题 讲不重要 那请问一下湖南重不重要 内湖南港跟湖南之间的 这个问题 这也是出身的问题 这个重不重要 因为这个也会有 然后包括再延伸下来 就是当蒋湾 你说讲重不重要的时候 当他打出两奖牌 那个他跟蒋经国的旗子摆在一起 有人说他是要巩固原来的基本盘 为什么 因为黄珊珊侵蚀太严重 有人说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些对你来讲的话 你觉得这些都不要去care这些吗 我在2014年就写过一篇文章 大家都知道 就写了骄傲的台湾人 那我就讲说我自己 我爸爸是外省人 我们是外省第二代 然后他的主席 我的主席是湖南 然后但是我的哥哥姐姐 我们全部都是军人 我们家的 我从小到大 我们家的任务就叫做保家卫国 就是到最后我哥哥 还当了参谋总教 所以对我们就算是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台湾人 全部在台湾出生 在台湾长大 然后保护的是台湾 2300万的同胞 然后我自己服务的是 台北250几万的市民 我觉得我们从头到尾就是这样 但是这个文章被拿出来 有一些可能绿营的特意 就拿出来说 阿黄珊珊是湖南人 干嘛来选台北市长 这是故意做储群的操作 所以我才开玩笑说 我现在的湖南是内湖跟南港 这也是我在这里 立足24年的地方 这当然是我的家乡 所以对我来说 就是因为大家要去炒作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足迹吧 我想在台湾的每一个人都有足迹 除了原住民之外 但是大家都是先来后到 每一个人都是爱台湾 然后捍卫中华民国 坚持自由民主 甚至我们反对独裁专政 这一点台湾人没有人是有差别的 光这个东西 大家还要再去炒作 就是故意要去撕裂族群 故意要制造所谓的蓝绿的对立 然后最后再去那里面切一块弄一块 我觉得长期这样几十年的操作 如果都有效的话 今年这个民调不会长这样 对 那梁蒋旗呢 包括蒋万安宣说他是震燃 然后他每一次讲都会讲到分裂必败 必亡嘛 我们这个必败还在 我常笑说说 你是不是我们选举是不是要给市民一个投票给你的理由 那现在找不到这个理由的话 就会只能找别的理由 就是因为要这样 所以你要一定 因为要 所以要保障我的震燃 要板上什么的话 那个理由都不是有关你的理由 而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要投给他 然后不需要提出好的政策 不需要有未来性 我觉得大家在每次都要贴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都在想说 我们到底是投票给谁啊 对 投票给那个人 因为有那个东西你就会做得好嘛 我们以前不是常常这样投完票就后悔了嘛 对啊 含血含泪含恨 你哪一次不后悔 可是同样的逻辑啊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含血含泪含恨 刚才光请问的那个信誓的问题 其实那个信誓会一直被放大 说实话在现在 二十一世纪的台湾 你还会去放大这个东西 你也会觉得匪夷 可是那个就代表了一些 有些人搞不好就是认了那个信誓以后 我就觉得要投他 所以才会出现这一些的争议 才会出现你刚刚讲的那些 对啊 你为什么还要 如果你不需要认正栏 那你就不需要认那个信誓 那就表示那个信誓 它就会有点意义在里面了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台湾社会 其实你说 现在年轻人搞得清楚这件事吗 是啊 有在意的可能就是像我们这个年纪再长一点的年纪 没有没有 我们这个年纪不在意 我们比较年轻 在在意的人会是谁 其实我们台湾社会已经 我们假设我们已经大家都融入这个社会了 其实他已经没有所谓的阶级之分了 也不会因为他曾经是谁谁谁的人 他就高人一等 OK 对 除非你自己先自认为低人一等 我觉得已经台湾社会已经自由平等到现在了 大家还会再去想说一定要这样才才是当然历史人物的公语过 就应该让他有客观的评价 OK 但是选举的时候大家去做认同我也没有什么意见 但是我还是觉得理性选择你认为比较适合的人选 比他旁边这些周边的事情更重要 理性选择你认为比较适合的人选 理性选择你认为比较适合的人选 比他旁边这些周边的事情更重要 来 明破 我想请问一下 就说你觉得你的好朋友王世坚对你是真心还是假意的 他究竟会不会投你一票 我意思是说 因为你现在是集所有的年轻人的支持率是最高的 中间选民也是最支持你的 因为你的形象是最受中间选民肯定的 那可是问题是在投票的时候 这两者可能投票率就是比较令人担心 然后像王世坚这种人呢 他虽然很欣赏你 过去很多人都很欣赏你 可是因为他痛恨苛批 对不对 那你就是在这个半年里面进了台北市政府 所以你就考验了王世坚 他要不要支持你 要不要投你一票这样的 那你觉得像自己类的选民到最后到底会不会投你 我觉得应该是说应该回到这一次的选情非常的诡异 因为可能大家都在观望三个阵营 大家提出的 大家出错的状况 还有不出错的状况 那王世坚是我二十几年的同事 在议会其实他算 我觉得他也是蛮算顾聊的 就是有很多事情他还蛮坚持原则 所以跟党内有时候不见得 他的提案不见得他党内的会签 但是我会签 我觉得对的事情大家就会互相支持 所以长期以来是比较像是议题合作的对象 而且有什么事情大家会互相商量 我想他也一直是一个 我觉得大家比如说像这一次 你就像从慈激的事件啊 或者是论文的事件 我都觉得他是非常有道德勇气的 所以以我对他的了解是 他现在到今天还这样子说的时候 我都觉得朋友就真的是永远的 所以你觉得他会投你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 他我不是送他一个花吗 对他送他花那个黄色的33朵玫瑰花 然后他昨天回了我一个糖果 然后上面写静在不言中 你对那个年轻人还有中间选民的 年轻人我觉得真的 这次真的不要小看年轻人的想法 因为以前我们会觉得年轻人很容易送风向带 然后这次大家我常常碰到很多长辈 他们说好奇怪我的孙子叫我要投给你 然后我就问他说你的孙子几岁 他说22岁 然后我后来发现说他们其实都在判断 因为以前的年轻人可能资讯没有像现在这么豐富 现在年轻人他其实自己搜寻啊或者是同侪之间 那些东西他们其实真的会去看 比如你提出的政策真的会有年轻人来跟我讨论 那我觉得以前就是大家就是看炒作的新闻声量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他是有一些独立判断的存在 那唯一就担心大家担心的是投票率 可是不要忘记这一次有一个18岁的公民公投 所以这次的公投我相信非常多年轻人会出来支持 因为这是一个绝对的数字 如果投没过的话其实也挺麻烦的 所以我相信这一次如果大家坚定的相信说 你可以改变台湾的未来 这一次我的想法是为了下一代 就像最近发生这件事情 他就在扭曲我们下一代的价值观 所以为了下一代 我相信很多人会出来投票 可是刚才敏鳳讲的那个投票 就是我们常开玩笑讲说 当然不是所有年轻人都这样 但有很多年轻人就是我一定挺你 你民调问我我也一定挺你 但是到投票那天天气好我去交流 天气不好我就在家里面休息 所以有人说那个年轻选票 你的站的民调高 不代表你那个族群里面会开出来高 但是相对年纪大一点的 如果你落后很多 那个恐怕就会落后 为什么 因为通常年纪大的人对心中那个支持度 你知道就是下刀子 我都会去的那种感觉 相对来说 那现在第一个好 我们先不讲说这个这个 你民调在中间选民跟年轻就是比较高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你年轻选民会这么高 因为传统上年轻选民是民进党支持度 通常是在民进党最占便宜的 但为什么这次看不到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说这个支持度 年轻人这样一些的支持度 你觉得会发生像这样落差 有哪几个事件造成这样的结果吗 我觉得这次年轻人的支持度 我觉得因为从我到旁边 东东碰碰西碰碰 我觉得论文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所有年轻人那种剥夺感是出来的 就当我很努力 还不见得有成果 但是别人不用努力 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特别的待遇 那更严重的是 他发生了这样的是非明确的事情之后 是整个政党去挺他 甚至不惜跟台大作战 就是这件跟台大作战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伤透了所有年轻人的心 我在念研究所 我都不见得能够写论文 老师都会这样帮我了 更何况是 你去质疑台大的学术地位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 你跨越那个线 而且跨越太大 所以立刻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弹 那另外就是 我觉得在防疫的这件事情上面 就疫苗这件事情 大家去年都刚刚经历 没有人忘记 可是他们好像当成我们都忘记 然后三十年这件事情 是没有人可以接受的 我相信一个合约 它不是只有 中华民国政府有 厂商也有 大家都有 只是保密条款能不能拿出来 但对我们的政府来说 你要封存三十年 等到陈松先生都已经一百岁了 这件事情 哪一个年轻人可以接受 如果假设我们公开透明公平正义的社会 讲出来也许会被骂 但是拿出来 预算是人民的纳税钱 你完全不交代 这件事情我觉得大部分人 这个就是不公不义 不公不义的东西越来越多 它会对执政者失望的 那你说是不是因为我本身 有什么力量 我觉得就是至少目前为止 黄山山在台北市做副市长 或当二十四年的台北市 二十一年的台北市议员 好像还算是在捍卫公益上面 我还是有点角色的 OK 来 义夫 我想请教前副市长 我比较问题比较直接一点 你刚才谈到周玉寇跟张淑娟小姐的事件 当然这件事件对陈时中的选情有影响 尤其是妇女选票 但回过头来问一个问题 你认为柯文哲这位市长对你的处于加分的是哪一部分 减分的是哪一部分 我们再回过头来讲 就是说当初高宏安的事件的时候 不要忘记柯市长也讲错了一句话 也让妇女的选票上面会有些影响 那相对也会对你有影响 就是恶霸性侵弱女子那一句话 就是说他整个过程当中 他又是你的主任委员 那你认为说柯文哲对你到底属于正面 负面加分的是什么 减分的会是什么 第一我很感谢市长让我在三年前能够进到市政府 然后给我很大的空间 然后在台北市政府 为什么我们可以合作的这么愉快 我觉得还是有几个核心价值 第一个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政治诚信公开透明 然后在市政府公民参与 我觉得这些 现在台北市政府正在做的事情 我个人是不是还是非常认同 那但他个人会有他自己的一些发言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觉得有时候我们也都在 如果事先有讨论 其实我们会给他一些建议 那台北市八年的建设 我相信不管大家的客观素 主观意见是什么 但台北市八年的城市竞争力 这个部分我相信还是我目前参选最大的利己 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 在台北市每一个地方的建设 我自己在地方跑 如果他在这个地方建设上面是没有credit的 我可能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支持度 我觉得还是在这个基础之上 那他对我我觉得在我这些内容上面 我当然认为它是我的资产 但是你说会不会有负面 就是各位说的可能有不同的 像他讲那个话的时候 我也说他的逻辑是对的 可是他的举例可能不是很恰当 我觉得该说的我还是会说 也就是说是对的逻辑 那这个但是形容上可以更修饰更文雅 你可以把同样的话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叙述 所以对我来说是柯市长在我的主任 当然主任为因 这是因为我的相关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两个很难做完 很熟去切割他 但是相对的是 我觉得他给我的 这几年的这个信任跟支持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 当然是我最大的资产 可是像刚才讲说 像高宏安那件事情 他讲那些发言 三三的讲说逻辑是对的 只是那个什么 形容词 有没有再直接一点谴责 然后这样的话 尤其对妇女朋友 一定会有很多的影响 然后这些像说 后面也是因为毕竟 毕竟有这样的一些的关系 所以讲话还是要保守一点点自己人 我就跟他 我有当面跟他讲 我是当面当折他的面说的 可是你可以再修饰跟文雅 你的逻辑是对的 因为不应该去谴责被害人 被害人 但是因为如果谴责到性别 就会造成这个题目的 就是变得好像移转焦点 所以说你可以讲说 可能是抢劫 你不用讲到性侵 我就类似这样的东西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形容 之类的 就是你不能说我抢劫 你因为带了很多金银珠宝在身上 这个当然逻辑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我该说的 可是柯平你直接讲他会怎么样 我该说的 没有他当然就说 对我可能叙述的不够好 他会认作 他非常会认作 他其实你讲的 讲的比他有道理 他都会听进去 OK 可是像刚才讲的这些柯平 到底对你是正面 负面 加分 减分 陈志冬直接讲说 台北市哪有什么一些建设 我记得你好像是说 你叫他到脸书 还是到台北市官网 什么去看一看这些 可是显然 对于他们来讲的话 你看他起手势 会拿内湖南港 他就是知道要主打这些 黄先生 你有两年多的市政经验 但相对来讲 现在所有没做的 都在你身上 所以他就直接打这个就好了 黄先生 你有两年多的市政经验 但相对来讲 现在所有没做的 都在你身上 所以他就直接打这个就好了 他可能真的没有去Google 他可能真的没有去Google 台北市除了 我该这么说 台北市到底有没有做事情 如果照他讲的 什么都没做的话 现在每个议员在选举 每个都挂看板 每个看板上面都是说 他成功争取的某某某某某 他每天都挂了这么多看板 那是到底是谁做的 那可能是市政府做的 柯文哲做的 还是黄珊珊做的 也就是说这些成果 都不可能是假的 他不是见鬼的这些议员 挂这么多看板在路上 每个都说他成功争取的某某公园 成功争取的什么Ubike 成功争取的这些 这些四百多个里长 八年没有在睡觉 六十几个议员 还包括民进党跟国民党的议员 都非常努力的在问证 这些事情有没有进展 我觉得陈副长只要上网 稍微看一下台北市的议事 台北市议会的议事录 就知道大家做了哪些事 你的意思说他对市政不嫌熟 他完全不想讨论 也不想去 也不想 包括我们什么事都没做 我在台北市政府做的事情 我觉得只要 只要稍微Google一下 应该可以看到不少 但是我觉得他连想 他只想做口水战 只想做模糊焦点 现在因为可能仇恨值比人家高 所以他只好用打混账的方式 OK 林俊 我想请问一下副市长 你大概是全台湾 最具知名度的副市长 那这当然不只是因为 柯文哲 他一开始的时候 找你当副市长 而是因为你刚好 接副市长这个时间里面 疫情让你站在台北市的最前线 那刚好这一次的参选人里面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 居然是一个中央 站在最前线的叫陈时中 然后现在跟你一起 在竞争台北市市长 这样一个角色 但我想请教你 因为你跟陈时中两个人 最容易被比较 就是防疫的这件事情上面 那过去中央跟地方 确实在北市里面 是有一些的争执的 包含到北市的疫苗的部分 包含怎么去施打 那当然北市也有回答说 在疫苗的这件事情上面 但我想请问您的是说 您怎么去看 中央在那一段时间给台北市 因为其实您一直有提过 万华的这件事 后来在民调上面看得出来 万华确实在给你们两个人的 民调上面是有落差的 也就是陈时中看起来 在万华那个地区 确实他的民调是差一点 所以我想请教你是 你怎么给自己打分数 台北市在这一段防疫期间里面 你们自认为做得好吗 另外你怎么评价陈时中 在防疫上面的表现 我想我就不太想要给自己打分数 分数应该是人民来打 但是台北市在去年开始 到今年的防疫过程中 因为我在第一线 尤其是去年 去年在大家都没有疫苗的时候 其实民间真的很慌 尤其是万华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必须要自主防疫 因为中央也没有什么武器 所以只能快筛站 然后赶快后送 然后把它框起来 所以整个对地方政府来说 是压力非常大 每一天媒体的对台北市的攻击 说台北市不异调 不匡列 什么事情都没做 然后说台北市发生什么事 但是真正在台北市第一线工作的我们 我们非常清楚台北市做的事情 应该是以市民来说 到今天为止我想市民没有对台北市 打上问号的原因就是我们每一件事 我自认为都做得很到位 尤其是在整个快筛站 当时发生的状况的时候 为什么万华会这样 因为当全世界在指责万华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中央指挥官 为万华讲一句话 反而是他的底下的人说万华是破口 所以为什么他要到参选那天 才向万华道歉 他对万华当时 我每一天我要收一百多个确诊案例 但是我不能让医院崩溃 所以我们自己去找很多防疫旅馆 大家一起来做 中央到地方都有帮忙 可是那个时候 对于台北来说 我们需要的是大家互相的合作 不是互相的指责 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我们站在第一线 我们当然会心急 我们没有疫苗 我每天接到今天又死了几个人 这件事情是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的事 我相信万华人也没办法忘记 所以过去都过去了 今年同样的今年疫情也是重新再来一次 那一样是发生 我们说赶快把快篩羊认为确诊 否则我们急诊室每天都在排队 拿着快篩羊的人跟正常人一起在排队 所以中央一直不肯嘛 所以我们还需要去弄车台数 让大家用车子的方式赶快去筛检 免得都在急在急诊室 过了一个月他们才说他们要用这个方法 就同样的事情你可以早点做 可以先做 不用等到地方政府人压麻烦之后再做 所以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 而是他可以在可能的时间做更正确的选择 我觉得就可以省掉很多做这些事情的冤枉路 对我来说我们的工作让人民来评价 那我相信在台北市的防疫工作上面 我们是近我个人认为台北市的八万的公务统人 其实真的非常尽力 至少在台北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守住了疫情 由万华人其实他们牺牲了自己的自由 然后再大量的筛检 然后赶快的出来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对他们的情操觉得非常的高尚 珊珊你刚讲到说每天要收这么多的确诊的病例 甚或有就有一些市民 然后因为染疫你说有走了或类似这些 你刚讲到的时候有一点哽咽 你在防疫的这过程当中 有没有因为看到市民发生这样事情走了或什么 你在午夜梦回的时候 不管是不是我能再多做一些 然后因为这个样子 内心里面会有一些接动到甚或落泪 每一天都有啊每一天 因为我是第一线嘛 然后那时候我还没有办法打疫苗 我在吃药所以不能打疫苗 所以市长每天跟我说你不准跑 不准去玩华 可是我把医护人员放在那边 然后他们就是好像我丢在那边 所以我去那边是去当哆啦A夢 他们缺什么我要变出什么 他们太热了我要去变出移动式冷气 当时我去跟人家借移动式冷气 送货的都不送到万华 送到中华路的对面就说你们过来打 因为他好像过了中华路就没有病毒一样 你知道那种气氛跟情绪加上 我去到现场很多民众很慌那个面孔 然后我就会在想说 第一天的时候我想说怎么办 等一下阳性的病患确诊的 我要找两个警察把那个房间关起来 让他们不要乱跑 我怕他们会跑走 后来发现根本不用 每个来筛景的人都是准备被我们关的人 他为了他的家人 他的朋友 他牺牲他自己的自由 所以每一个来筛景的 我都觉得他们是情操非常的伟大 因为他可以躲起来 他可以不要来 但是后来我发现那个地方 他们每个人都安安静静的在那边等 那个时间点就发现人真的很伟大 第二个我们帮他们移出去的时候 一点怨言都没有 最后筛到第三十几天的时候 有人是拉着行李箱来的 他就是准备来 那个时间点 你没有办法跟各位 你们可能在外面都没有办法想象 那个地方的绝望跟惶恐 每一个人走在路上 你有看过西门町没有人吗 你有看过整个店家没有人开 然后便当没有人买 就是我们的医护人要吃的便当 也没有人送 所以后来很多的三星团体 自己买了便当进去送 后来跟万华当地的餐厅签约 请他们就捐钱给他们 让他们送便当给我们吃 否则当时几乎是一个停滞的状态 所以过程中 我每一天都接到很多电话 尤其是那个没办法看到家人遗体的人 24小时的事 所以到一年后告诉我说 24小时不是强制规定的时候 我真的很想打人 有多少人打电话骂我们说 为什么不让他看他的家人 可是这24小时的过程 第二年突然说 24小时没有硬性的规定 这件事情我个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OK 那你对 你刚讲的这一段的内容 包括防疫的过程 我换一个角度来讲 如果陈时中坐在这 他会不会也是讲出 在防疫的过程当中 他每天两点钟在那个记者会上 或是当万华 因为也有很多人说 万华那个时候 中央那时候帮了多少的忙 叫你们成立这个 叫你们成立那个 我相信陈时中如果要坐在这个 他也会讲出像这些 在防疫的过程这些 大家都很辛苦 大家都想做好事 我不相信有人想把事情做差 我也不相信有任何一个人 故意去不救人 这也绝对没有 我相信在那个时间点 全国都是一样的 只是可以更快一点 疫苗可以更早一点 可以让大家不要这么害怕 包括有一些决策 如果地方政府建议的 你可以快一点做 其实最后的建议都是我们建议的事情 都是中央照做了 只是早期可能就是因为 是不是因为台北市政府建议 所以就不能做 你觉得会有因为是台北市政府 我不知道 但是的确有类似的状况 因为很多事情都是我们先做 OK 包括我记得我们刚开始设防疫旅馆的时候 第一时间是因为外国人 那时候刚刚刚刚所什么 14天居家解议 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居家解议 国人回来住在家里没有问题 外国人进来 那时候还有外国观光港 全部要关在旅馆 那旅馆一听到说 我们打电话去 一听到说这是外国人 14天逐步出户 旅馆全部吓死了 把他赶出来 哎呦 风险的 我们每一天晚上找小旅馆 偷偷的放 偷偷的放 放了 我还记得那时候在电视上很多 很多中央说 我们造成防疫破口 可是我不放他 请问他要去哪里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集中检疫所 什么都没有 所以台北市发明了 第一个防疫律馆 我们写出了第一本的 防疫律馆 SOB 可是那个时候 只要一听到说 这边是集中检疫所 旁边的全部要出来抗议 说我们怎样怎样 到后来中央 也是成立了防疫律馆 你说在过程就是 你可以大家一起 好好地讨论 后来我们用防疫律馆来做 刚刚讲的 我每天一百多个后送怎么办 我去找防疫律馆 我每天晚上在求 这些旅馆的老板给我房间 我每天晚上在找房间 为什么 一天一百多例 然后那个时间点 我就说我是在路上当阿信 每天晚上在求人 那这个过程 后来 因为我们没有时间盖房商医院 我们也没有办法做 所以后来中央也同意了 我们这样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是第一时间应变的人 中央也一定想做好 可是可能他的命令 没有办法像我们这么快速 后来大家都会 达成一个共识 最后 当然一定会往好的方向走 所以没有人是故意的 但是可以更好一点 更快一点 先生你刚刚讲的 我相信每个被问到说 你对自己评分多少 一定都会说我的分数 一定要由民众来打 或什么 但是你身为地方防疫指挥官 你应该有资格 可以帮中央防疫打分数 你给陈时中打分数 你会打多少 我觉得如果整体来说还是 我觉得至少有八十分以上 但是就是有一些小细节 可能我们还 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好一些 比如说疫苗这件事 比如说快筛剂这件事 之前的口罩就不用说了 这三样东西 是人民要在药房门口排队的这个事情 其实还可以尤其是快筛剂 今年的快筛剂非常的诡异 就是明明都有 可是就是很贵 然后就是一定要哪些厂商才可以买 这个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很不正确的 过程没有人想 我还是相信没有人想要做坏事 尤其防疫这件事 但是有时候比如说因为意识形态 因为个别 因为是什么什么原因而耽误了 这件事情我觉得比较不妥当 你相信没有人要做坏事 我也相信 不会有人在防疫的过程 是 我相信 你相信有人要挡疫苗 我觉得不是挡疫苗 而是他的方式可能是他对于某些原则的坚持 对 就变成了形成了 我就说嘛 快一点 好 你可以快一点 但是为什么慢了那么多 OK OK 来年轻人 好 那我们现在来回来聊政策 就是说 政事政策 因为我有看到珊珊候选人提出很多 包括你昨天还提出那个教育政策 所以其实而且你也一直主张说 另外两位候选人应该跟你做下来辩论 可是这里我就要挑战你一件事 你身为台北市副市长 你算是执政 这方面你算执政党 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远见 今年做2022年的县市长 22县市的满意度调查 客观者只有37% 是倒数第一 所以也就是说他这个东西 基本上跟你所处在的这个位置 是有连结性的 满意度最后一名 你说那个是什么杂志的媒体效应 也不可能连续两年都最后一名 所以这里面比如说 我们就讲两个例子就好 比如说禁老金的问题 我知道你现在争取回来 就是说1200 可是过去是1500元 那克文哲反正他就是不发 那他有他的坚持 他说他 克文哲这个人也很奇怪 他说他坚持这个 可是他又说他过去在选市长说 他说不喜欢一次性的 比如说烟火式的这个 就后来执政以后每年都有办烟火 所以你说这种东西就让人觉得 无所赤从 那再讲一件事情 在最后他特别是你当上副市长以后 刚刚强调指挥官什么 大家都已经 大家好像忘记台北市有个市长在 就是你就是台北市 未来就是等于是市长在兼任 所以当克文哲比如说 讲出内湖交通 他说内湖交通没救的时候 他那个就是摆明就是摆烂 我就是没差 那这个时候 我的意思说 我为什么问那么尖锐的问题 所以是因为你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的台北市长 你很有可能成为我们的长官 我们的父母官 所以有些话我必须讲的比较直白 就是说你凭什么向选民证明 就是说我不是柯文哲 而我执政以后 我能带给台北市光荣 而不是说就继续承接的所谓的 我刚刚讲的满意度之后 就是拉尼娜 所以你凭什么让选民相信 这一票投给你 可以跟过去的八年 我们对失望的这个台北市会不一样 我想这个先讲评比好了 台北市的这个评比 你去把它仔细的看 它其实有客观指标跟主观指标 客观指标去年我们好像竞争力到第二名 我还觉得那个比较严重 客观指标如果有降低的话 我觉得那才是台北市的危机 所以今年又回到客观指标 台北市又回到竞争力第一名 我想这个是客观的事实 包括教育啊各种面向 那回到就是主观指标 主观指标我觉得对个人的好物是比较敏感的 尤其是我觉得柯市长在民间的声望就是 你看有很多人非常喜欢他 有很多人非常讨厌他 那当然有一些中性的选民可能有各半 但是他对他的满意 他个人的满意度 跟团队的满意度 其实也是有差别的 然后再看到最近有做民调嘛 对我跟蒋万安跟陈时中也有做满意 那我的个人满意度好像还比他高满多的 也就是这是一个很苦 你说比科P 就我们候选人的时候 你这样 我满意度也还不低嘛 所以想说这个城市 其实大家都对人的部分 其实有非常多个人主观的意见 当然这种要虚心检讨 就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子 当然这也是因为他可能就是坚持 他自己的某些原则 有一些事情就像从长进导已经好了 那长辈我常常也跟他说 因为我妈妈也骂我 我妈妈93岁 他从七年前就开始骂我 科P欠我一千五每年 我现在已经欠了快点 快六千 六千块 对 然后重点是在于说 我后来有跟市长 经过这两年的相处 我不断的在强调这件事情 我说其实长辈不是 真的不是差那一千五 嗯 是那个kimoji 尤其是七年前你发生什么事 你知道吗 我在当议员嘛 那时候以前都是用 李干事去送现金 李干事很害怕 每天要几百万 几百万现金在路上走 后来就说 啊来来来 请大家开专户 有存折 然后交给他们 明年就会发转账 每个老妹都去开喔 邮局也来 我还亲自找邮局到我服务出来 开户 帮老人家开户 开完之后很开心 对不对 就交给他们 要你告诉他没有了 哈哈哈哈 我们当议员 我们骂到翻掉 好 没有了 我们也是生气啊 因为对我们来说 我们是做选民服务 结果搞了半天 我也是爱骂的一个 后来我就 我在直屈的时候我也讲 我妈妈 我拿给她 我有一年拿给她 我被她 我妈骂翻了 一千五嘛 我就想说 翻三千块 然后拿去给她 然后之后她就 很生气把我叫去骂 你为什么把 翻三千块 我说你怎么知道是三千块 带子上有写只有一千五啊 我说那三千块有什么不好吗 那是我的钱 你的钱是你的钱 这是我的钱 那个是老人家 对于她自己的一分坚持 所以我后来有很努力的 跟市长说明 她能接受 你这样跟她讲 那个Kimoji 她能接受 我就说其实长辈真的不在乎 这一千五 而是那个是她的钱 那我给我妈一万五 她都不会觉得很开心 那一千五对她来说很重要 她是一种尊敬的 而且大家会觉得说我是这个 我缴了一辈子的税 这个感觉 所以市长在过程中 他当时没有说清楚说 他把这笔钱挪去了做什么 比如说四百八 让你出去坐捷运 坐公车 让你去共餐 让你去高 乐林学堂 让你去做乐活旅游 你什么都没有说清楚 就把人家砍掉 这件事情是让大家不能接受 但是你后来又加了三十几亿的 健保费的补助 然后全部很便明的去直接转账给她 所以很多长辈根本不知道 你有帮我交健保费 所以后来我就碰到很多长辈骂我 我说阿伯你的健保费是谁交的 我儿子交的啊 我说不对吧 你要不要回去问一下你儿子 到底谁交的 他一回去知道他儿子一年 要帮他交八九千块 后来发现他儿子不用交了 后来就下次再碰到我就说 好啦好啦 现在不要再骂柯文哲 也就是说他有做了很多好的事情 但是没有把它说清楚 那过程到后来议会不是通过 然后中央也说 因为有授权我们做定 定发放的急据跟标准 后来到底要 我们已经变成是要依法行政了 那我们必须要定出一个方法 那对于市长来说 他也是认为说我没有钱怎么做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个电影 叫做美国总统的什么 反正就是大家都说没钱 然后就坐下来说 你可以挤出多少钱 你可以挤出多少钱 就是大家去想一个挤出钱的方法 所以我就用了这个方法 我就把台北市所有的税出税入 少算算 算算我比如说一年 我赚了 我有1700亿的收入 然后我花了1600亿 我有100亿的余额 如果我有100亿的余额 就是我的税出税入的剩余 剩余就像我们一年赚了100万 我花了90万 我还有10万块 我拿其中的10% 孝金妈妈的意思 就是我不是拿现由预算的 排挤别人的预算之后 再去发这个钱 或者是去再发这个钱 我是拿我台北市政府 可以剩下钱的部分 一部分10% 去付这个老人 进老金 后来市长就认为说 嗯 这样子 如果没有排挤到别的预算 那他可以接受 所以他最后还跟我讲一句说 黄珊珊你很厉害 你怎么可以说服得了我 我就觉得 你要找出比他更好的方法 他就会听我的 那他是一个 他常常对外说嘛 就是黄珊珊 我的优点他都有 我的缺点他都没有 所以就是要跟柯文哲相处 就是要找到更好的方法说服他 所以从黄金 我觉得是找到一个 大家 第一个要跟 要强调财政纪律下 不要排挤到其他预算 但是又不要用取债的方式 去争取到一笔钱 让这笔钱 不至于产生下一代的负担 OK 如果要讲市政 我最后把一个市政 光姐等一下 有没有不是市政的问题 等一下可以问一下 如果要再讲市政 我们讲最大的两件事 第一个 大巨蛋怎么办 从当初的五大弊案 然后只手叫大巨蛋 一直到现在 陈志忠就讲完吧 陈志忠直接跟你讲说 他如果要上任的话 他一年就可以让他怎么样 然后陈志忠就消遣了他一下 但是大巨蛋 这件事情 所有人看的是一个指标 OK 那现在 你未来要怎么样看大巨蛋 第二个 那就内湖南港的交通 陈志忠本身出身至内湖南港 等一下我们录完这个时间 等一下出去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没下雨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 最主要的问题 是因为柯P说的那句话 没救 对 因为那句话会造成非常大 为什么陈志忠 一开始起手势 就是内湖南港 大家都知道 这个原因到底在哪 那怎么办 先讲大巨蛋吧 大巨蛋在我任内完成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权利金谈回来 权利金从零 开发权利金零 营运权利金零 超额权利金也是零 248亿的土地是零 那 我的任务就是要在我离职之前把它谈好 所以 谈回来就是 他只要一开门 收一千块 台北市收六块 然后超过的部分还可以再增加 就一年 如果他以六十亿来算的话 我们一年可以做大概三千多万 其实也很少 非常少 但是总比零好 这第一点 这是我的工作 我已经完成了 那第二点 其实现在的安全审查 其实都送到内政部了 内政部现在正在做审查 他已经审查一年多了 所以不用等到某某人上任一年 只要内政部一审查完 这个案子就会通过 通过之后就是竣工 竣工就是拿死罩 所以不是地方政府 如果 蒋安委员如果他现在还是立法委员 他应该去找内政部 他现在就可以咨询内政部 你为什么省这么久 你到底在省什么 不用等到他来当市长才能完成 所以重点现在卡在内政部的审查中 当然内政部安全审查 是不可以放水的 不为同意 所以就尽快就好 你有什么问题 赶快做 哪些问题 你远修没有达到 赶快要求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用拖这么久 只要这个审查完毕 变更设计完毕 他就完成竣工 竣工之后才能拿死罩 那在死罩之后 当然就引运了 台北市民都希望他赶快开门 我最希望他赶快开门 他开门 收一千块我就收六块 为什么不收 为什么要让他继续摆折 所以全台北 全台北已经为了大巨蛋 付出太大的代价 所以这件事情 柯P对于大巨蛋 从八年前一直到现在 有人说如果中间不是那样风风雨雨 那也许早就已经开始 大家已经在大巨蛋里面看球 或类似这些 柯P需不需要为大巨蛋 跟所有的台北市民说一声sorry 我觉得应该是说 当年这个状况是 柯P上来之后 发现他没有暗途施工 安全有疑虑 我相信那时候的林青荣副市长 他们的坚持是对的 也就是说 你没有暗途施工 这件事情本身在建筑法 就是违规 就是应该停工 停工完了之后 你变工设计完成再来继续施工 这也是法院的判决 但是法院判决 让他说 哎 那个会秀实的 你要先让他完工 所以他是一个 有一个过程 这也不是柯文 可以决定 但是说弊案 因为大家那个时候 所有的情绪都是因为一个弊案 哇 所有的人都觉得 还拿刀叉吃人肉 你要一个 你要一个安全的蛋吧 你安全的蛋 他这个停工 是不是这个代价是值得付出的 我认为是 你如果不暗途施工的土 谁敢让你拿执照 重点是你要回到正轨 你要回到正轨 去按照 按图施工 然后通过所有的安全審查 才可以拿执照 这是任何政府 都应该这样坚持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不认为说这个过程是白费的 按照按图施工 然后通过所有的安全審查 才可以拿执照 这是任何任何政府都应该这样坚持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不认为说这个过程是白费的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就是按照 一样该省怎么省 就怎么省 你之前可以省到通过 那一样不足的部分 赶快要求改正 让它安全的营运 我觉得是每一个人责任 好 内湖南港怎么办 内湖南港 因为我在这里当议员 我觉得大家每天都在这里 他其实现 我还是要回到源头讲 这个的确是当时 这里叫做工业区 所以这边原来设计的都是六米高的厂房 所以当时在这设计的时候是 以为那个都是大卡车在走 送货的 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办公进驻 所以当时设计的是六万人 我在这边当议员 那时候非常清楚 然后后来就因为 希望能够总部经济 希望能够把它变成科学园区 最后其实就变成商班 他就已经没有任何工业的效益 所以后来就变成 这边有很多叫做可能有加成的问题 等于说六万人变成 因为可能增加楼地板面积 将近十万人 现在已经快到十五万 去好像快到十八 如果加上流动的 十八万人进到一个六万人的 交通洞线的地方 他就是一个 原来就是道路面积没有增加 所以只能做硬体上面的改善 这几年的改善大概有几个 大家都看到成功桥的拖款 然后现在在拖款的是民权大桥 然后港前路拖款 然后路型的改变 做了一些硬体的东西 然后捷运加密 捷运密道已经不能再加密了 加上当时我们当议员的时候 我们是要求一个地下化高韵量 当时因为表决输了我也没办法 所以这个捷运线本身当时设计的时候 就不是单纯为了这边上班设计的 那时候内湖人口才十几万 第二条线正在核定中 中央还没有核定完成 八年前好龙兵的时候就已经 这条东环段 核定的是环状线北环南环 那简直是八年都没有在做这件事情 有送案 有送到中央你说 整个环状线当时的设计就是 先把北环南环做起来 所以东环段是已经送件 还没有核定 应该是这两年就已经送了 两年前 应该是已经核定 因为你要先 你要先做可行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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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除了捷运要在 也要先做可行性评估 然后综合规划 然后才能够送办案 就它就会有一个好几年的程序 我觉得啦 对我来说 我是这个选区的议员 我们当时争取细子民生线 也是希望能够解决这边的交通 第二个东环段 但细子民生线 因为受到基隆捷运的影响 他改了线 变成细东线 然后现在到现在 细东线只核定到东湖 还没有核定到旧中 所以这个将来的部分 还是要把它争取 所以内湖的交通 有几个方法 我们都想过 不管是高架平面 其实它的真点还是 如果各位去过我们的交控中心 我看过很多次 其实还是回到 上高速公路扎道的 那条线是最塞的 其实要港前路直走 上高速公路那一条 永远是塞的 可是旁边的平面道路 其实没有那么塞 我会很简单问 你对于陈时中的方案 解决内湖南港可行吗 它的方案是要盖更多的闸道 上高速公路 我就讲了 它的可行度是上面不通 你盖多少闸道都没有用 所以你说它不行 不是不行 你要先把上面弄通 现在就可以通 不用等到设闸道也会通 那上面不通的情况下 你设几个闸道都不会通 到底有没有救 我觉得有两个方法 如果对这个城市管理者来说 我要管很容易 我们如果是新加坡 我们就可以单号双号 或者是我们可以用一些 什么方式来做 但是我们台湾 毕竟还有民情风俗的问题 增加 因为它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我们这边 因为刚好疫情的关系 大家不太敢搭大众运输 其实我们已经拉了 非常多的单线的公车 上下班才开的公车 拉到新北的各个各个地方 拉了很多类似的 那第三个就是 最最重要的是说 我们这边的停车成本很低 公司永远是提供各种免费的车子 给大家停 所以当你停车成本如此之低 你可能很难把人赶到大众运输去 所以应该是一推一拉 就是说如果停车成本增加 有一些我们鼓励公司共乘 或者是几个公司 用一个交通车到板桥 把你的人拉过来 就是大众运输太差 所以大家才要开车 因为我们的大众运输 就是刚刚讲的 因为内湖检疫线 当时就不是设计位的 这里整个十八万人设计位 对 OK 来 恭喜 我问一个政治敏感性的议题 我喜欢政治敏感性议题 就国民党那个蓝人要回来了 韩国瑜要回来帮国民党的 司议员参选人也好 县市长参选人也好 候选人然后现在是好 他帮他们辅选 三三你也有个辣个蓝人 辣个蓝是宋楚瑜先生 宋主席 就是说你会不会期待宋主席 能够在你选台北市长的过程中 能够成为你一个辅选助力 因为我们看到先前那个 宏元 李宏元 他作为你政策的总 应该叫做什么 总顾问 那我们看到副主席张招雄 他两度出席你的公开会议 公开的活动 那迟迟没有看到宋楚瑜 宋主席现身 但是 他私下见了 陈时中的候选人 但你觉得这形势重要吗 这代表什么意义吗 你希望宋楚瑜 宋主席最后成为你 选情之夜也没关系啦 成为你的神秘嘉宾吗 我觉得宋主席一点都不神秘啊 他一直都是嘉宾 他会成为你的嘉宾吗 我觉得大家每天都在想这些事情 我觉得重点在于说 还是一样啦 选举还是要靠自己啦 自己才是 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 然后 我们当然要争取各方的支持嘛 如果有很多人愿意支持 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开心 所以包括 我的 其实张招雄是我的 副主任委员 就是 主任委员是柯市长 然后副主任委员是张招雄 跟张哲阳 其实我们是有两位嘛 所以 重点在于说 我还是希望说 选举是回归到基本面 基本面是什么 基本面就是 我这个人到底是不是 试任 台北市长 而是 还是我 站在我旁边的人 就会变成我试任台北市长 我还是觉得这是有一定的差别 那 这次的选战 我觉得它是一个 治理能力 还有你对台北市的 代理能力 我觉得这个 可能会比较重要 这毕竟是首都的选举 首都的选举 首都的选举 在最后它可能 要带领 因为首都它将来是台湾的领头羊 所以 重点还是这 候选人本身 那谁来愿意帮我站台 我们都觉得很开心 可是那你现在是挂 亲民党籍嘛 就是说你现在 我是用五党籍参选 对你用五党籍参选 但你还是亲民党籍 我们都是柔心政党啊 对 其实对于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很简单 你刚刚那个讲了一突 但是你没有回答宋楚瑜 跟你之间的 目前的关系 因为不是我这样问 是因为很多揣测 是不是跟你之间 因为我访问过你嘛 你有也有讲到 就是说其实你们 很密集的 都有定期的在见面嘛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宋楚瑜他为什么 就不像那个郭台铭 马上就要去救援那个高宏安 对不对 那宋楚瑜先生 你就可以很简单 会啊会啊 他会来 那否则的话 张昭雄他们自动自发去吗 还是说是宋先叫他们去吗 他其实是默默的支持你吗 还是这样 这个问题始终都没有 听到你很明确的回答 我觉得就是 对不起 这个问题如果再往下 你一次回答好了 是 蒋万安特别在这个问题上面 有特别讲说 他始终如一 他就是国民党 是什么什么什么 他说他不会是哪一个政党 然后用 讲变色龙这样子 就是你东变西变 然后到选举的时候 还用一个五党籍 就避掉一个亲民党籍 你说这个 当初会做文章的原因 所以光请刚问 那宋楚瑜主席 如果是用亲民党 他一定要站 那一定是这样 可是用五党籍 会不会中间就会有 像这么一层的这种感觉 我跟蒋万安委员不太一样 因为他是 党一路栽培 我是台北市民一路栽培 我想 从市民的角度来看 我在这里已经 快二十四年了 也就是说 市民给我的肯定 我的 我很多的 选民其实不太清楚我是什么 就不太在乎政党 我觉得在我的选 在我选议员的时候 我每次 里面有蓝的有绿的 其实大家都还会吵架 但是就是支持我们 也就是我们一直都 希望能够走在一个 比较中道理性的道路上 我相信台湾 这个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包括亲民党 都是中道理性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认同 互相认同理念 这是我一直以来 做好自己的原因 所以到底大家会说 我相信首先 应该会来支持我 但是我不能去强迫人 我觉得就是这个时间 他可能有他的考量 我觉得就是一件 就是一个长辈 很多的长辈 都对我很多很多的关系 我不用每天 把人家搬出来 就像我 我常说他比较像我的家人 我不用每天把我妈妈搬出来 我也不用每天把 什么人搬在我旁边 我觉得还是选举 选你这个人 这个人 才是市民想要知道 你将来想要干什么 那请问一下 如果你旁边很多这些人 我将来是选这些人 这些人 都会对你指指点点吗 或者是 这些人是将来你当市长的 你变成傀儡 对啊 我不觉得我要去变成 什么人的附庸 那同样的问题 小英女孩呢 蓝营有一阵 我相信到后面 选战的时候 就要打到气宝的 那个时候 选前剩下 好了 十天以内不能弄民调 应该是选前二十天 小英女孩 说什么什么词 大概都会出来 你也听到有这样的一些 最近好一阵 都有这样一些词 你怎么样去告诉大家 就是贴标签嘛 嗯 切标签变成最简单 最廉价的选战方法 那这个标签 你说有没有用 他可能有用 所以他会一直贴 但是对我来说 就是贴标签嘛 嗯 切标签变成最简单 最廉价的选战方法 那这个标签 你说有没有用 他可能有用 所以他会一直贴 但是对我来说就是 就是我們應該已經從市民的角度來看 或者是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 我從頭到尾都是做自己 我相信各位資深的媒體朋友 應該大概從我從這二十幾年 我好像沒有變成誰的附庸 也就是說我在不管是選議員選立委 我都是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 包括當副市長 我從來也沒有因為當副市長 然後去成為什麼樣去貼什麼標籤 我覺得把自己最完整的呈現出來 是最真實 貼標籤你剛講有用才會貼 一定是這樣 可是那一次立委選戰的時候 我們記得高嘉瑜不是還去中央黨部 有沒有踹門我不知道 反正他就到中央黨部去鬧 後來民黨確實沒有提名 所以有人就拿那一次 你跟民黨之間的合作 然後就講說你就是 好啦就藍營就要把你塑造成 跟綠營之間或者說有這樣一些詞啊 比如說他們不是只有拿這個 還有拿我哥哥的工作來貼 我還在強調軍人是國家的軍人 是台灣早就軍隊國家化 我覺得每個人都在自己的領域上面工作 真的不需要把別人的互相貼到 我想不用去牽托到家人 那第二個就是立委選舉這件事情 當時我參選 其實我的專業就是我認真的參選 那很多人願意支持我 我們當然是非常感謝 但是我也沒有特別去 去求他們來支持我 我覺得就是我在參選 你們覺得我是個優秀的人才 我相信大家也認為我是優秀的人才 才會做這樣的禮讓 那我只能做 在我是候選的階段 我就是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想還是問選舉的問題 那我的問題比較複雜 我就簡單化 我簡單化一下 沒問題 您慢慢問 你們發現這一場選舉 從林志堅的論文案 到新竹棒球場 一路下來殺警案金門演習無人機 一路下來到高宏安張善政 一路到最近的周遇口 其實每一個事件都變成 好像在拉扯這個選舉主題 導致於候選人 無論是也沒有像今天這種機會 可以做這麼講 這麼久的施政 都會被淹沒掉 對 除非你是跟那個事件有關的 那 基於這樣的話 你台北市 你要如何在選舉的時候 突破這一個被事件拉扯 而被淹沒 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剛才有談到氣保的問題 你剛才一直說氣藍綠 但是看過這麼多選舉 他都是有藍綠 都有基本法 或大或小或擴大或流失的問題 像上週正傳媒就做了一份民調 裡面有一個議題 我跟黃光琦他們幾個人 都在討論那個議題的問題 就是說 如果不讓陳時中當選 黃三三或蔣萬安都接受 或是說不讓蔣萬安當選 黃三三跟陳時中都接受 這一個選項的問題 但他都排除了 其中的票員 那突然發現裡面 你比如說不讓陳時中當選的話 很同意 你跟蔣萬安都可以接受 很同意有25.3 還算同意有28.6 換言只有53.9 在某種情況下 票員是可以互流通 那你跟陳時中就是說 如果不讓蔣萬安當選 你跟陳時中卻只有一個7.2 18只有25.2的流通性 流通性 那如果說再回過來看 ETTODAY裡面 8月份他做了一個民調 如果你的支持的人當選距離不小 你會不會改變投票 突然發現如果蔣萬安當選距離很多 他有20幾趴會投給你 但是你投他投給 那個陳時中只有0.7趴 但是如果你的票 如果你不當選 一樣有20幾趴會投給蔣萬安 有9趴會投給陳時中 如果換算比例的話 如果蔣萬安的票留給你 你可以拿到8個百分點的票員 如果你的票留給蔣萬安拿4.8個 票4個百分點 如果說是你跟陳時中的話 各自都只有兩個百分點 那換言之就是說 其實如果一旦氣保還是你跟 藍之間的流動性在大 你能夠拿到綠的票 或是陳時中能夠拿到你的票 其實都非常有限 所以未來你如何面對氣保 而且 綠營最近有辦法說開始 不擔心你的問題 開始要打藍綠對決 如果打藍綠對決的過程當中 你也很可能被氣保掉 另外還有一個周遇寇的效應 也把你逐漸有點 變化 因為你看他跟柯P才剛 剛開始要叫戰 他就說他不組織全部消失失點 如果繼續叫戰下去的話 可能你在這一邊就是 因為你跟柯P的問題 要邊緣化裡面可能程度就不會這麼高 一旦他消失了 那會不會影響到 後續會不會影響到你的問題 一夫講的 其實我都沒有考慮過這些事情 太複雜了 第一個 我還是強調 我覺得 我每天要做的事情是去 如何說服別人 投票給我 而不是去算那些數字 對我來說 數字可能是大家可以參考用 但是對於一個候選人來說 每天看數字的話 你可以 你可能就 忘記了那個人的 溫度了 我覺得 選民真的是人 你要去地方 跟他們溝通聊天 但媒體的 媒體每天都在做這樣的分析 可是我自己在 在 我應該說我二十多年來 其實我 從來沒有去 做過負面的選舉 或者是說 故意要去 製造一些正義的話題 我想這個是大家對我的認識都是這樣 所以 就算有這些正義的事情 我也不會去參載裡面 為了不邊緣化 然後變成我必須要投入那個 可能我不認為那是正確的事情 我還是會回到我自己的原則 大家擔心邊緣化 這件事情 我想說 如果是的話 那就 那就不會有今天這樣的三角度 他早就已經 我早就已經不見了 所以如果今天三角度就表示 台北市民還有一大半的 是非常理性跟 清醒在 看著看待這個事情 當然操作很容易 但是被操作的人有沒有被操作 我還是覺得我自己在 外面行走 或者是大家可以出去 聽聽 房間的狀況 可能跟各位每天在 在節目上面算這些數字 有很大的差別 我個人覺得 台北市民有很強的自主意識 他會有這樣的辯護 現在還有五六十天的時間 其實真正最後情緒化的 可能在最後一個禮拜 最後一天 這些東西現在談都太早了 所以你要如何應付 其保 就是做你該做的事啊 我這兩年多 我做了什麼 特別的選舉的事嗎 沒有 我做好一個副市長該做的事 議員罵我說 我利用行政資源去菜市場87次 我認人要去用 要去選舉 我幹嘛去菜市場87次 我是去做事 我是去了解他們的問題 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把菜市場變得更文明 更安全更健康 這是我的該過的工作 所以大家說 黃珊珊 裂解了藍營的基層 我去基層的時候 那你們為什麼都不去呢 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們為什麼只是在旁邊看 你看這兩年多 大家在防疫的時候 陳時中部長對台北市的態度 我相信市民都看在眼 同樣的這兩年多 江安威委員在台北市 有沒有幫台北市發過審 我想大家也看在眼 所以這個東西 不是每天算計這個數字 就會改變的 我還是相信 人在做天才看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如果黃珊珊今天有什麼樣的能力 去撼動兩個大黨 那就是因為我們真心誠意 在為這個城市做一些事情 那等一下 來 人均 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 因為你的身分 其實跟其他參選人不一樣 你是副市長 接下來挑戰市長 所以其實柯文哲 他的施政的成績 對你來講 其實一定會被選民 一起來作為檢視 所以現在有人喊出來講說 票投黃珊珊 就是支持柯文哲的這件事情 因為你剛才也提到的就是說 柯文哲是你的政治老師 可是你跟他在很多事情上面 你有不同的意見 然後你也在市政上面 也有不同的看法 那現在有人用這個方式 你覺得對你會不會有影響 我想跟柯市長的部分 事實就是事實 然後我是這兩年多的副市長 這個也不可能抹煞 所以裡面的成功與施 成功或者是大家認為說 有問題的部分 當然要該掛承受 然後我自己的工作 表現上面 我覺得市民也都有一定的評價 所以這個也不是我去說 說是或不是 所以你個人會欣然接受嗎 剛才講那個 某個程度是 對我來說就是 他就是事實嘛 這是事實 我不可能是別人的副市長 對我就是台北市的副市長 所以這個程式的 成與拜都是我們要一起承擔的 但是我相信台北市 大部分的市民 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對於這個城市 這八年的不然是改變也好 或者是說 他真的沒有感覺嗎 我覺得 還是很多的市民 給我們很大的肯定 大部分的市民 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對於這個城市 這八年的不然是改變也好 或者是說 他真的沒有感覺嗎 我覺得 還是很多的市民 給我們很大的肯定 否則我不可能有這樣的 民調的基礎 態度不太一樣 對 我的意思是說 你剛才的詞叫什麼 票投黃珊珊 就是支持 不是 選戰幹嘛 大家都搞得這麼複雜 支持誰 票投誰 不能單純 就是防治安 OK好 如果這樣一個詞 有兩種態度 一種態度就是 我就是這幾天的副市長 我對台北市的發展 我感到光榮 這幾天我覺得我們做 對得起我們 對得起台北市民 這個詞 我欣然接受 你們要掛 我OK 另外一個 就是 這個詞 對 這是個事實 我當然也只能接受 你知道那個 那個是有成績上的一個不同 答案就是我不太可能否認這件事 所以 我覺得這八年來 是我二十四年來 我當了議員二十四年 這八年來進步 是我二十四年來看過 最快的時候 嗯哼 至少 以前不做的 不能改的 我全把它改 比如說 我講一個攤販經濟 以前攤販就在那邊 然後我們還去 全世界做宣傳 市民夜市 非常好玩 然後外國工作都來 沒有一攤攤販是合法的 幾十年來都一樣 所以對我來說 我說我已經 我當議員就是最討厭的 他們又來找我管輸 啊不要來開罰單 我們二十年多年來都這樣子 貓捉老鼠 我覺得很煩 所以到後來我就覺得 那我們是不是趁著這幾 疫情期間 我說 大生也不好 我們來納管吧 把煤灘納入管理造冊 然後你要給我 你要做什麼 你要解油 你不可以排油煙 你不可以排油水 把它做一個完整的 這件事情就是我在 這件事情上面的 我的努力 我相信 我們納管了十幾個夜市 這件事情在過程裡面 我相信對於很多的市民來說 它是有一些感覺 至少在 我認為 台北市 是醜向文明城市 這些在我工作的過程中 我當然覺得是非常驕傲 否則 待會看到好多菜市場的人好支持 黃珊珊 為什麼 因為 你真心關心他 你真心改變改變這個城市 台北市的市場不好 台北市的生活怎麼會好 每天大家吃的東西怎麼會 為什麼 所以要先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是不是驕傲光榮 當然啦 不然我怎麼會每天 我怎麼會去菜市場87次 OK 來來 敏鳳發問什麼 我只要問說 你用五黨籍來參選 不參加民眾黨 是不是表示對那個問題的消極接受 的態度 沒有 我只是要問說 這個最近有傳出來說 很多民眾黨人對你沒有用民眾黨 有一些意見 所以說我想說 我們可以了解你就用五黨籍這件事情 怎麼跟柯市長溝通的 或是怎麼跟宋主席那邊溝通 或是了解 然後你怎麼樣決策 用五黨籍而不用任何的政黨 你不會覺得有一個政黨的政黨盤在那裡 是很方便的嗎 我覺得 我在這個參選 這次紀元總部成立的時候 我講的事情就是很簡單 對於一個城市來說 尤其是首都來說 其實 我們是一個國際型的城市 然後 台北市在我 投入這24年的經營 我真的是跟著他一起成長 那市民主義會是我的主要的核心 我覺得如果大家還是在用 政黨的 他其實 在首都市長 其實應該跳脫意識形態 還有政黨利益 尤其是政黨利益 因為市政是沒有顏色 就像你講 你賣攤販有什麼顏色 馬路有什麼顏色 都沒有顏色 市民的生活都是 都是一樣的 他不會因為你是藍綠 你這個馬路我就不蓋 對 一樣的意思 那 我從基層來 我覺得 對於市民來說 沒有沒有政黨利益 才是最大的利益 所以怎麼樣 讓 我其實很羨慕的是 國外我常出國 去考察的時候 其實很多北歐的國家 或者是歐洲的小城市 他其實都是聯合內閣 也就是說 我還記得不去巴塞隆大 他們的 他們的市長永遠都是 大家要一起討論 一起來選 因為都很難黏任 因為都是小黨 小黨林立 你必須要坐下來 跟所有的黨一起討論 這個城市要往哪裡走 但他們沒有阻礙城市的發展 那民眾黨內部 對你的 所以我當時的討論 就是基於這樣的理由 我們要怎麼樣 台北市議會現在有七個黨 現在的市議會 但是民眾黨的議員 只有一位 可是台北市政有沒有停滯 預算有沒有被杯葛 沒有 也就是說 如果 至少這八年 台北市在 柯文哲 他是五黨籍當選 然後 最後雖然他組了黨 可是在台北市政裡面 其實是沒有顏色 我們裡面有民進黨的局長 有國民黨的局長 我們一起工作的時候 從來沒有討論過 對哪個政黨有利 大家討論的都是 對市民有沒有利 我覺得這個是我在這兩年多 我非常感到驕傲的地方 所以如何讓這個聯合政府的概念 能夠持續的進行 廣大百川 大家被迫要回到中間來 不要再為了政黨利益 尤其是前面兩人市長 都是國民黨籍 當時 當時遇的就是杯葛 省預算也是杯葛 做什麼事情都是杯葛 可是你看 現在的台北市議會 至少 好的政策幾乎都會通過 很少有問題的 真正被杯葛的案子幾乎沒有 為什麼 溝通協調 我自己就是負責 府會聯絡的 只要有問題的 我們大家都會盡量去協助 所以你看到 各個黨派議員 他所爭取的事情 沒有因為顏色而延宕 至少在我前面20年 我質詢的可能 因為我不是執政黨 所以我的事情常常沒有被採納 可是當柯文哲上任之後 我所提出來的問題 他99%都做了 我覺得這就是做事的問題 所以 五黨一起參選是我個人的選擇 我也跟兩位長官做過溝通 我覺得回到我們 回到如果真的是要做一個 全民的市長 我們應該是廣大百川 然後將來是 整個社會應該 給政治的威壓力 你們都回到中間來 一起討論 城市的方向 所以你今天等於是在宣誓說 如果你要是有機會當選的話 你的內閣 基本上會直接邀請藍綠 兩大陣營裡面 所有相關的人 直接入小內閣 是的 如果大家願意的話 如果大家 大家放下自己的 如果萬一大家不願贏 那你就處不了了 對 所以我們會去邀請 我覺得還是回 就是什麼叫聯合政府 就是讓大家 各種不同的專業 能夠在一起工作 這一點我覺得 在台灣社會裡面 為什麼這麼困難 但在台北市政府裡面 一點都不困難 那民眾黨人不會有雜音嗎 民眾黨 我想 他們從黨主席 到各個階段 都非常支持我們這樣的 這樣的 目前 我也是他們最強的母雞 OK 來 台一聰 今年22縣市的首長選舉裡面 有兩個城市 被媒體就矚目為焦點 這兩個剛好都是 撒卡都的城市 一個就是台北市 一個就是我的家鄉 新竹市 那偏偏新竹市 民眾黨的候選人就高昂 最近那個聲量暴漲 大概全國 不管他的爭議或怎麼樣 總之 他的聲量在全國就是 佔據第一 連你們的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都站出來說 民進黨是全黨打一人 連國民黨的主席朱立倫 都出來聲援他 連台北市長 國民黨的候選人 林根仁 然後轉呢就是支持 用一個藍白團結的形象 去支持高昂安 讓他選上 當然藍白團結 他的代價就是在台北這邊 他們也要行錯 藍白團結 所以讓蔣黃安就出來 所以有點像是 就有點像是台北換新竹的概念 那我個人是很反對這種事情 因為我覺得這種東西 是很沒出息的事情 就像你講的沒出息 可是偏偏現在耳語就開始出來 就是說 現在好像藍白都大家團結 在高昂安的旗下 用一個這樣的方式 然後因為這兩個都對柯文哲來講 都有他的影響 一個是台北市他的執政室 一個新竹是他的出生地 所以對他來講 兩個投一個也是賺 對國民黨來講 他台北市拿下來 新竹是丟了 他也是贏 所以這樣看起來好像是藍白雙贏 而這個過程中 新竹是國民黨林根仁 可能成為犧牲打 而台北市就是你 也有可能成為犧牲打 你對於這個耳語 你有什麼看法 或者是你要怎麼樣去澄清 然後讓大家相信說 這件事情真的只是耳語 而不是藍白大團結 哎哎哎哎 我想你用 那個自己用 趁金算量 台北跟新竹的重量 到底什麼樣比較重 你就知道柯文哲 會不會做這樣 你說這樣換不划算 你是柯文哲 你會這樣算嗎 對答案就是這樣嘛 就是台北市兩百多萬人的 首都城市 我想這個還是重中之重 第二個就是我覺得 選舉我最討厭 我想選民也最討厭 就叫做政治分贈 如果你是政治分贈的話 你不會得到任何人的支持 如果你是要去談 啊我跟你 然後現在給你做 明天給我做 這件事情不是已經 全世界都知道 這件事情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所以你 你妄想用這種方式 去得到選民的支持 是不可能的 選民不會聽你的 你叫他投給誰 他就投給誰嘛 我想這個是 因為就這樣 所以就是又是一樣 回到分化 然後回到操作 然後再回到藍綠 回到只有顏色 而不管這個選舉 哪個人是適合的 我想選首長 也許選民一代表可以 選首長的話 還是要試任吧 試任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剛才在聊到 聊到那個防疫的過程的時候 有人命的損傷的時候 你會覺得身為一個地方指揮官 如果能夠幫得了 當然希望能夠做到最好 可是中間很遺憾 還是發生了一些事 你會很感傷 參選台北市長這件事情 憑良心講 有很多人說 參選市長級跟參選議員 立委是完全不一樣的 祖宗八代 如果自己不熟 那就麻煩去參選一下 大家一定會幫你找出來 你的家人對你參選 會是什麼樣一個態度 我們家人其實 他們都是軍人 所以我二十四年前參選的時候 其實對他們來說 就是一個沒辦法 這個妹妹很倔強 她想幹嘛就幹嘛 所以他們對我都是支持 一開始會覺得說 幹嘛要去選舉 但後來第一次參選的時候 他們其實也沒有什麼意見 但也幫不上忙 後來選了六屆之後 就想說 你上一次 其實六屆 本來是當時其實我就想要不選了 我大概二十二零一八本來就不想選 那時候覺得身體不太好 要去養病 那後來接到這麼重要的工作 二零一九年我就進到市政府 所以對他們來說又很心疼 怎麼這麼累 每天看我早上七點半開會 開到晚上十幾二點 媽媽當然會心疼 但是他就 他們其實都知道 我很喜歡做公眾服務的事 如果不喜歡這個工作 不可能選二十四年 就我真的就覺得幫助一個市民 或改變臺北一點點 那是一個快樂的事情 每天進步一點點 每天看到這個城市成長 我都覺得那個是我的志業 所以家人到現在為止 就是支持之外 還會到處拉票 像我媽媽或者是哥哥姐姐 他們就到處 到處去變成助選員 你最好媽媽哥哥姐姐 就讓你拉票可以想像 對 三三歲的選舉人 有出一本書 出書的那個內容 其中有一段 我看媒體上面有一些報導 大家都知道你二哥 你哥哥是曾經當過參謀總長 你剛剛在過程當中有講說 除了小英女孩這件事情 你哥哥也被拿出來講 所以可以想像 我不知道在未來選戰 還剩下五十幾天的時候 你哥哥會不會又被拿出來 再講一下 可是那個情分 我有一段 一般觀眾朋友可能感受不深 可是對於一個法律人來講 那個感受很深 我大概跟觀眾朋友講 因為我看到的媒體報導 你可不可以幫我還一下那個 你知道兄妹奇照理來說 如果說像我們那個年代 你說在軍人世家 或是眷村的小孩或什麼 家裡的感情都很好 但是在那個時候 刑法一百條修正案的時候 那個報導裡面 我也有看到 你跟你哥哥在一個摩托車上面 你知道各位 你知道那個時候的軍人 我不知道你哥哥那時候官拜 如果他現在當總長 那個時候大概官拜 就是少校之類的 你說那個年代的軍人 覺得誰要是跟我討論 刑法一百條 要刪除或什麼 你們這些根本是要造反 你是鬼滾 你怎麼可能講出這種大逆不道的話 我們還是軍人世家 但是你讀的是法律 各位你知道法律人的那個自由主義 你們怎麼可能因為 人家腦子裡面覺得 台灣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你就把人家抓去 要去避掉 所以那個時候 我看媒體上報導 你為了這件事 就是你跟你哥哥 你在你哥哥的後座 大吵以外 你還咬他的背 我不知道 總長背後還有沒有一個疤痕 我也不知道 可是為了這件事 你們兩個人十年不講話 對啊 那十年不講話 但是在這次要參選出書的時候 他寫了一封信給你 我不知道 當你看到那封信的時候 想到那個時候 兄妹之間 為了這件事情 你那時候的感受 我不知道 你知道那個感觸會非常多 因為我是一個蠻倔強的人 就是他就 叫你越不要 越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越不要 就是那種倔強的小孩 那因為我就是 剛剛小五哥說的 就是你念法律 我們不可能去懲罰你 腦袋裡面的陰謀 我想要造反 但是我沒有做什麼事 思想應該自由的 可是 刑法一百條就是在罰你 你只要想要造反 你可能就有罪 這是對我們來說是 那個價值是不同的 那他其實也不是 對那個內容 他是說你不要去參加那種 遊行啊 抗爭啊 就是你幹嘛要去做這些 那個 在外面搗蛋的事情 那講也講不通 那講內容 他就不聽你了 就是你連做這個事情 都不行 那當然就是很囉嗦的哥哥 他就是很會念我嘛 因為我很小 那他們 就是 反正我就是哥哥姐姐很多 然後我就覺得 我好像好幾個爸爸媽媽 每個都可以管我 所以 就會跟他吵架 一吵架 吵架完就是倔強嘛 倔強就不講話 還是會見面啦 見到過年啊 過節啊 還是會見到面 可是就是不想跟他講話 那這十年 他後來不是一直升官嗎 然後很多人都說 哎他是不是因為他妹妹從政啊 認識馬英九啊 認識誰誰誰 他就跟人家說 我妹妹都不跟我講話 你覺得他會幫我嗎 也就是說 過程其實就是家人啦 那這個哥哥他很努力 他自己在 陳水扁總統升他當少將 然後馬英九總統升他當中將 最後蔡英文總統升他當上將 這件事情跟我一點關係也沒有 就是我們的軍人其實都已經是國家的軍人了 所以當然有這個哥哥我也很光榮 因為我常說出將入巷 一個家族應該是 我覺得我爸爸媽媽應該非常非常的 就是驕傲 然後對我來說就是 就是一個 一個 我們是那種 感情其實 沒有很接近 但是 但是其實互相還是 就是我們 兩隻都屬雞 所以兩隻鬥雞很愛鬥 但鬥一鬥有什麼事情 別人欺負我們 我們還是衝出去 就是還是會團結一致 我覺得家人就是 你可以吵吵鬧鬧 就像 我覺得台灣也一樣 我們可以吵吵鬧鬧 但對外要一致 對 所以我們的感情 見面很少 我們見面在一年 見到三四次而已 然後只看 討論都是 過年要去哪裡吃飯 然後媽媽是不是健康啊 大概都討論家裡的事情 很少討論公司 你最後 你最後有沒有什麼話 因為選戰接下來五十幾天 真的不知道榴彈四射 會打成什麼樣子 你有沒有什麼話要跟 先跟我母講一下 然後跟你哥哥 大概先講一下 我也不知道後面選戰 會怎麼打 你有沒有什麼話要跟家人講 你直接用第一人聲 我要叫媽媽不要太擔心 他每天看電視就會 就是媽媽請你不要太擔心 我已經神經百戰 我已經選過八字局 這次出了人生 第九次的選舉 所以當然榴彈會四射 但是我相信 公道自在人心 我想台灣的媒體也好 或者是 選民也好 其實我覺得還是 理性跟理智占大部分 那當然中間會有一些過程 可是我覺得 你們不用擔心 我覺得 上天自有安排 OK 今天在節目專訪的過程 我相信現場所有的朋友 還有觀眾朋友 你一點都不訝異 黃珊珊對於市政的熟悅度 所以為什麼 珊珊會一直講說 希望大家來市政大辯論 你會希望在那個場子 是你的主場 但是選舉 絕對不只是市政 這麼單純的一件事情 剛才所有的訪問過程 你會知道 包括所有的政治上的一些的問題 政黨之間的一些問題 甚至連家人一些的問題 在未來五十幾天 大概分之鳥來 全部都會出現 那未來 五十幾天以後 一一二六開票以後 黃珊珊能夠繼柯P之後 用五黨籍的身分 再一次入主台北 是嗎 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非常謝謝 珊珊今天來到現場訪問 謝謝大家 也非常謝謝所有媒體朋友 更謝謝觀眾朋友 您的收看 新聞面對面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我們大家拭目以待 資料 我們來找到 來吧 我們來購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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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